折肠细肉 首先要根据细肉的大小性质去处理 如果折肠细肉大于两公分 地步比较宽 这种就是说或者高度怀疑有这种恶变的情况 一般来说是不直接去行尝尽摘出的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要先尝尽一下 取组织活结 一般取个四到五块组织去做个病理化验 明确这个折肠总块的性质 再根据性质去进一步处理 如果性质是癌 那可能需要做根质性手术 肠癌的根质性手术 如果是良性 那有可能就是说通过肠镜下去做这个 ESD手术或者EMR手术 去把这个细肉 把这个地步比较宽的细肉切掉 如果是比较常见的 一般来说比较小的细肉 或者是一些很明显的带地的细肉 有比较长的地步的这种细肉 这种一般来说可以直接场景下摘除 然后摘除以后把这个场景 把这个整个细肉的标本再拿去画面 再根据这个细肉的性质 如果需要进一步处理 再进一步处理 一般来说这种带地的细肉 或者是这种比较小的细肉 往往都是良性的 这种场景下摘除就可以 当然有少部分的细肉 它长在聚肝门折肠下断 长景处理它非常困难 这个就像这个叫寸有所长 持有所短一样 长景在处理聚肝门比较近的细肉 它往往是它的劣势 因为它生进去一般都伤